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蕭格局爾的蓋亞蘋果派女僕模組生存 1.12版 這本書是不是我每次登錄都會給我一次 爆爆的模組 我把村民包起來之後 我放到其他村民頭上 他這邊坐上去的 欸對 村民有這功能 而且好像不管什麼東西都可以坐上去 女巫 女巫可以坐到村民頭上嗎 村民可以坐女巫頭上嗎 村民可以坐女巫頭上 好那麼哥哥可以坐女巫頭上嗎 哥哥哥坐女巫頭上 那女巫可以坐哥哥頭上嗎 不行為什麼啊 女巫做狗狗頭上很有趣 狼騎士 小貓你坐狗狗頭上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 誰給我解釋一下 可能有高度限制嗎 小的可以坐到大頭上 大的不能坐小頭上 欸 是這樣子嗎 你這個女巫在幹嘛 我這個村民在幹嘛 呵呵呵 那 女巫 所以不能坐到三貓頭上 小村民應該就可以了 是不是 這個叫不出來 小村民啊 小村民試試看喔 搞不好真的有那個重量限制 好狼 然後 小村民 上去 欸可以的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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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子 有重量限制啊 就是 體型要差不多大才可以坐上去 如果體型差太多就不能讓他坐上去 所以女巫比狼還大隻 女巫就不能抓狼的背上了 三貓差不多大就可以坐上去 當然村民也可以坐上去 是這樣體型的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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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體型的問題的話 那其他模組的呢 看一下喔 三貓可以抓住身上 嗯也是可以的 所以果然是體型問題 只要體型對了就可以坐上去 不管那個 不管是不是模組生物 只要體型對了就可以坐 好 我們的主角可以拿七個鐵 和南瓜頭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七個鐵 其實只要四個就夠了 必須要七個 這樣就可以做出一個鐵模像了 可是 我們卻不能把爆起來 這是不合理的 這樣我們都可以拿七個鐵 沒道理我們抱不起一個鐵模像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 調整設定 讓主角可以把它抱起來 設定的話 在這裡 模組選項 嗯 然後這個模組又是叫做 喔 Carry on 那我們點這個 就來做設定了 Setting的這邊 你抱起生物的時候 他應該面對玩家 或者不要面對玩家 對阿 這個是大的生物會讓玩家走得變慢 2.5格那你就可以把它抱起來 那這個就是他 生物的高度了 幾個高度生物你可以把它抱起來 我已經改過變2.0 因為村民是2格高 預設值1.5的話 村民是抱不起來的 你只能抱小村民 那我記得鐵模像是3格嘛 所以我們把設定個3 恩 這什麼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了 那這是生物的寬度 我會改成2 拿起所有的 方塊 Fails 這次問你能不能在生存模式下 把敵對生物給抱起來 我就把它 打開囉 可以抱起敵對生物 抱抱魔人瞬間誕生了 其他的我就 不知道怎麼調 暫時不去動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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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的話看能不能抱起鐵模像 我抱 可以了 我抱起鐵模像了 可是 時間這走路的速度慢到不行 好重 好重 怎麼縮小了 好重啊這鐵模像 哇 好重 超重的 是真的 很重 跑不動了啊這個 天啊 怎麼用跳這種 是真的重啊 雖然看起來沒有很大 但是真的重 把這隻抱起來 因為我發現地下那邊其實沒殺鐵模像 倒是上面一大堆 所以我把它丟下去 抿下去啊 抿下去啦 這裡 就這裡耶 這裡明明一堆村民 可是沒有什麼鐵模像 這還是我扔下來的 這一尊 我覺得這邊應該需要好好保護啊 所以我要再把幾尊鐵模像也扔進來 所以我要再把幾尊鐵模像也扔進來 好重喔 這真的很重 這真的很重 重得不得了 不要急我啊 算了 開門進去好了 然後你抱起生物的時候你不能按右鍵 你把他放下去 你是無法右鍵的 你右鍵的時候就把他放下去 所以你只能這樣子 下去 示範給你看喔 你抱起村民的時候你右鍵 只會把村民丟下去 所以你抱起任何生物的時候 你是不能開門的 一把門開不了 像這個門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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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連開門都不能開的 所以呢 你要先把門開好再抱他 再把他丟過來 那就會下去了 好下去 給我下去 再多抓幾隻 這邊應該不需要這麼多隻 固在這裡吧 也太多了吧你們 有什麼問題啊 這裡這麼多隻鐵模像 雖然村民也很多啦 喔好重 好重 欸你讓一下 你讓一下 你讓一下 讓個路啊喂 欸唷 欸唷 好啦那這個就是這次的 Carry on 畫爆模組 我們可以 把任何生物都抱起來 晚上的時候再去抱一下那個 敵對生物試試 希望我不要被咒死了 就這樣直接跑出來了耶 唷看到了 前面有苦力怕他很失可 我覺得我後面可能會有人來偷襲我 欸有了有一隻過來了 適可過來了 適可過來了 那我先看路馬爆起來 我爆 欸爆起來了 呵呵 這隻適可是我的了 你們不能搶走他 這隻是我的 我的 丟下去 丟下去 木乃伊 我爆到一隻木乃伊的 這是爆爆殺 爆走他就不能攻擊我了 我丟下去 天啊這有點OP了是不是 抱起來他就不能攻擊我了 又來一隻木乃伊 想來個擁抱嗎 欸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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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起來了 好的你也給我下去 下去 下去 喔唷 有個 喔唷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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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諾比斯 抱起來 阿諾比斯 阿諾比斯 好像很厲害的樣子 你也給我下去 好的 就像這樣子 像這個女僕 剛剛陣亡了嘛 你可以看到她復活 可是 這女僕模組的功能 它有設定是 剛復活的女僕會變成罷工狀態 對 你看罷工了 罷工的話 你應該是要給她一個蛋糕吧 對 你看罷工了 罷工的話 你應該是要給她一個蛋糕吧 對 你看罷工了 罷工的話 對 罷工的女僕 你要重新給她蛋糕 她才會 復工 可是 這個時候 你只要給她一個擁抱 再放下 她就 她就不罷工了 抱一下之後 她就重新工作了 這不是太棒了嗎 欸 可以跟著你了 好跟著我 跟著我 對 剛好我可以配了這個女僕模組 她只要罷工就抱她一下 她就不罷工了 真的太神奇了 好 把蛋糕放回去 不需要蛋糕了 那我們 Carrion的模組介紹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模組介紹再見 大家掰掰